你还记得吗 2019年10月26号 当时韩国瑜有提出来 她说免费让我们的学子去游学 当时那个大小姐 是有跳出来说 是说这个事情 你如果没有钱没有预算 跳票的可能性很高 对韩国瑜提出 要让大学生免费出国游学一年 蔡英文的回应 总统参选人讲 政策要经过比较完整的评估跟规划 不然支票开越大 跳票的可能性就越高 当时蔡英文在跟韩国瑜选人的时候 她是这样子给人家韩国瑜酸的 但是现在你的赖清德 不是让大学生出国游学一年 她要搞百亿元梦基金 而且要零到22岁 我来来来来 我真的很想知道 来来聊聊天室 相信的请按零 不相信的请按一好不好 我就不相信啦 是不可能吗 而且这回事赖清德来讲 一个更荒谬的事情叫做 她说用考试筛选升学 就会影响下一代的发展机会 然后她说赖清德说民进党的教育理念 就是多元取代单一 又考试作为主要的筛选机制 恐怕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发展机会 不只让学生的多元的 不只影响学生多元的发展 也是阶级的复制 造成社会流动不易的原因之一 扣扣扣扣 赖先生我又要请问你了 当年那个旷工之子 不就是透过联考 让你考上艺学院的吗 还有那个三级贫户 现在手会抖的那个 不抖了 好了喔 那个不就也是靠过联考 给你考上台大法律 尤其最后还当了总统吗 对不对 所以难道怎么样 考试 这样就不行了 对你们来讲考试不是不OK了 完全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名义 我跟你讲 不考试更糟糕 来来来 我看好多人 大家都是一嘛 都不相信嘛 谁会相信你赖清德的圆梦计划 圆不了梦啦 我跟你讲0到22岁 现在那个教育 我跟讲 光我女儿要申请 接下来要申请那个什么 国中高中 我脸都歪掉了 我都看不懂啦 你现在还要 多元取代什么单一 你还要继续多元吗 现在根本就已经不只是多元了 现在就乱搞了 好 所以你看 接下来是怎么样 接下来就会有网友说 所以以后我们如果不考试的话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要靠背景了 是这样吗 所以见面第一句话说 你好 我爸是什么呢 我爸有党政 你好 我爸加 我爸是做这个绿能的 然后你看我爸有能源公司 懂做绿色党政 或者是还是你要像间隔 或是通隔 这样比较快 对不对 就是那个林志坚 陈明通 而且陈明通重点是 他还可以退休 还可以拿到台大的奖状 有没有 这就是叫多元学习 你看这个叫多元就叫做 什么这样 他的多元 如果翻成英文 网友说叫做 much money 就是要很多钱就可以搞定的 意思是这样吗 我女儿惨了 我女儿如果叫她去申请 我妈是中天主播 没有了 拜拜 出去 哇我很担心 是不是 来 严老师 在国外确实是没错 国外的多元入学 这个是已经 在欧美国家是行之 百年的 他们的孩子也知道 以色列有启示 对 以色列有启示 就是大家都知道要怎么去做 可是台湾的多元 你知道就学一半 然后 但其实我们还是以考试为主 对不对 而且台湾老实说 真的如果这种搞法 考试比多元还公平 我一直还是相信考试 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看过 我自己碰过很多 那个多元的第一个 就是你要把它做出一套 他这个比如说申请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资料 有钱的人才会做 对啊 那个高阶的人才会做 才会帮小孩子去找 这些东西去做 然后真正弱势的 在这一方面是完全不行的 甚至我们讲弱势的 要参加口试 或者说是做一些这种 申请的动作 都是比较弱 都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 他们唯一最公平的竞争 大概就是考试 所以你今天要帮弱势 就是要用考试 因为我一直怀疑 当年的多元 就是因为有钱的人 他小孩考不上学校了 他觉得说 我要搞一个多元的 让他们有其他的管道 那我也不是反对多元 因为我也知道 我的学生有一些 譬如说他们是 口语表达比较好 可能考试的时候会紧张 有些人真的考试会紧张 一考试就拉肚子 一考试就生病 真的会有 确实有 那所以你要给他们 一些不同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我们 有些做过头了 特别是 有的时候要把那些 不是学校学习的东西 要做成一个 比如你课外活动的 很可怕 课外活动里头 造假造了多少东西 就像那个什么学生 要志工点数 全部是家长帮忙做的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有一次 有一个朋友小孩 跟我打个电话 他说我小孩来你这里实习 好不好 他说这样子 他可以有一些 点数 我说好 那我说什么时候过来 他不是 他说你就承认他 他来都没有要来的意思 来都不来 我说他这样不行 可是你看这种 就是会有很多这种 滥用权力的关系 然后有关系就没关系了 没关系就有关系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今天 如果你今天真的还想 照顾到落实 我觉得还不如 直接发钱最容易 你不要再搞什么 这些项目 搞项目就是政府在拿钱 在上下起手 我真的 我现在开始相信有些人讲了 他说政府 这个the least government is the best government 就是政府管得最少的是越好 我觉得这个现在的 这个赖清德提出这些 我一看又是一个大项目 就像当年的这个 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些 这个一样的 你只要看到他 要弄弹 要弄疫苗 你就知道有人要上下起手 同样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 圆梦就是这样子 就一定会 就是你轻率的团体 就会有好处 我觉得不是轻率的 可能就会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他讲 就是他说考试是 什么阶级复制 会造成社会流动不容易 主持人刚刚讲的 不是他不就是旷工资质 才考上 对对 才让他能今天有当医生 这样的定位 然后陈水平也是 对不对 三级平护致死 这两个这么明显的 这么明显的例子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去看台大 对不对 大家都在讲 台大大大部分学生 都是台北的 然后大安区占了一大堆 这个公平吗 因为大安区房子最贵 他们买的地段好 然后家里有钱 都是这样子 他们去做那个 我跟你讲 我们家小朋友 比如说暑期报告 不夸张 有的同学那个报告 剪辑的那个影片 跟我们那个小编剪的一样专业 你相信这是五年级小孩子剪的吗 我就不相信 我女儿就拿一张海报纸 上面用画的 用写的 用贴的 就这样子 对不对 不是这就是 有钱的家长跟 没有钱的家长 没有钱的家长的差别 对不对 所以 怎么可能公平 不太公平 不太公平 对不对 好 另外还有就是 赖庆德你既然身为医生 当年旷工之子 这么努力联考考上医生之后 你现在要不要处理一下你的登革热 登革热好像从你当市长开始 在台南 就没有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被消灭 然后你现在还可以装没事 然后你现任的市长黄伟哲 继续陪你装没事 但是许晓星已经提前的预告了 现在的登革热已经类似2015年 大家还记得当时那次大流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同事 那时候我们TVBS很多同事 其实在南部跑新闻也中奖的 对啊 那时候其实在南部跑新闻 是要戴帽子 要吞沙的那种对不对 全身都必须要有套 类似那种蚊帐一样 蚊帐就是带着移动式蚊帐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要先警告各位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轻忽了所谓的 这个叫做登革热 因为之前COVID大家可能好害怕喔 那个会死人 登革热也会死人 而且登革热其实政府根本没有再关心 这才是我们最担心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大许 欧市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夜市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712 hearts 炎火 八叶 产星 22 2 我们下开始 ordination 吉封 摄尔我 中文